中美人文交流十分重要 要鼓励扩大两国各领域人员交往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会晤时达成的重要共识 我注意到曾参与中美乒乓外交的美国运动员 在活动中表示 希望人文交流和民间往来继续为两国关系发展增添正能量 犹他州杨百汉大学艺术团的团员也表示 与中国和中国人民之间不断延续的友谊 已经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 无论世界发生什么 无论中美关系遇到什么情况 人们总会记得爱和友谊 这份诚挚的情谊确实令人动容 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 但这不是两国人民相互信任构筑友谊的障碍 更不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 落实好两国元首巴黎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促进人文交流和民间往来 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助劳民意基础